姜美丽女士 是您的妻子吧 是啊 姜美丽女士委托我 向牛先生提出协议离婚 这是离婚协议处 协议处一共有两份 一份是姜美丽女士 发给我们的云朗 文伟 牛先生 也准备了一份翻译稿 请牛先生过目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随时跟我联系 姜美丽她人在哪儿啊 目前还在美国 没有回国 我不同意离婚 准确地说 我不同意这样离婚 她要想离婚呢 让她回来 让她自己跟我说 牛先生 姜女士 已经全权委托我们 帮她办理 跟我结婚的是她不是你 你可以走了 好 刘先生 我先告辞了 刘先生 我先告辞了 你看见了你怎么都 就让她这么写呢 这十万块赔偿费 这赔偿费什么意思啊 这 这根本都不是钱的问题 这 离婚这么大的事 她居然还不从美国回来 这 她想干什么呀她 我告诉你 你跟她说 要想离婚 从美国给我回来 我们当面坐下 把话说清楚才离婚 别想搞个狗屁 什么英文合约 吓唬我们 想谁呢她 行行行 事情已经这样了 回来不回来有什么区别啊 离了就离了 办了就完了呗 你怎么可以这么冷静 你怎么可以 一点都不愤怒呢 哥 有用吗 有用吗 我还想着你呢 当时我跟你说什么来着 我跟你说江美丽 她就不是一个老实的人 你说她出国这么多年 十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那她肯定是外面有人了呀 有男人了 我跟你说 让你跟她离婚 结果你跟我怎么说 你说不离不离不离 你要等她等等等等等 等十多年等来一个 离婚协议书 现在好了 人家不但要跟你离婚 连人都不想回来 而且连女儿都不想要了 你说她是什么女人哪 那可倒好 你还编着谎 你还哄着安你 我给安安打电话 我就让她知道 这江美丽是什么